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在2009年加入的红帽 有多年的这个中间建开发的经验 曾经作为这个核心的开发人员 参与JBOS Transsect Manager 事务管理及Nariana的开发 现在我是在JBOS Flux团队 做CAMO项目的研发工作 我个人感兴趣的方向 主要是像在这个分布式事务处理 这个JTA的事务处理 还有Saga的事务处理 这些方面 然后目前我也是Apache Camo 和Apache ServiceCom 两个项目的Commeter 今天我将从下面四个方面 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首先讲一下这个什么是CAMO Quarkers 然后是怎么样用CAMO Quarkers 来写我们的营营程序 然后是在CAMO Quarkers里面 我们都做过哪些优化的工作 最后有一个简单的演示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CAMO Quarkers CAMO Quarkers它是两个项目的一个结合 一个是CAMO 一个是Quarkers 它的目的就是把CAMO中的非常多的这个Component 都做成这个Quarkers里面的Extension 也就是Quarkers的扩展 使得我们的开发人员能够更方便 更容易的通过Quarkers来开发这个CAMO的应用程序 然后也可以利用到Quarkers提供的 这个在构建时的许多的优化 来使得我们的Java程序 更好的这个起动时间 而在预行时有更少的内存的使用 并且也还可以利用这个Gravium提供的 这个Late Image工具 把我们的Java程序直接编译成可知性程序 这样的话会更大的提高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启动速度 目前这个CAMO Quarkers支持的版本是 支持的这个CAMO的版本是3.1的这个分支 然后Quarkers是2.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Quarkers从2.0开始已经不再支持JDK8了 所以说CAMO Quarkers从下一个版本开始 也将会不再支持JDK8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尽快的 升级到JDK11以上的版本 来体验这个CAMO Quarkers的 进行这个编译和运行 我们来看看CAMO项目 我们都知道CAMO是一个开源的 做系统集成的一个框架 首先呢 CAMO有非常丰富的components 可以帮助我们开发人员连接各种各样不同的系统 比方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CAMO Kafka来连接这个Kafka集群 并且订阅和这个消费消息 也可以利用这个CAMO GMS的component去连接消息中间件 比如说ActiveMQR这样的消息中间件 并且收发消息 也可以利用这个CAMO JDBC或者是CAMO Circle这样的component去连接数据库 进行数据库操作 所以说CAMO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component去连接各种各样的系统 所以它是我们做系统集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现在CAMO主要支持下面四种方式的下面四种运行方式 第一种是stand alone的方式 也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Java程序来进行运行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OSGI的bundle 然后引入到这个OSGI的container里面 比如说这个Calf里面通过Calf来运行 第三种方式是用这个Spring Boot的框架 每一个这个CAMO的component都有一个Spring Boot starter 然后用户就只要引入这个Spring Boot starter 也就可以引入到这个CAMO的component 然后在Spring Boot的框架下运行 最后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Quarkus框架 然后我们有这个Quarkus CAMO Quarkus项目 给大家提供这个CAMO在Quarkus里面的扩展 然后也是要在项目当中引用到一个扩展的话 就可以很方便的让CAMO程序在Quarkus框架下进行运行 Quarkus它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JVM模式 一个是Lative模式 再如果用Lative模式的话 需要用到GreyVM的LativeImage工具 把这个Java程序 Java的这个类直接编译到 可继续成本地的可制性程序 我们再来看看Quarkus项目 Quarkus是红帽针对这个云环境当中的 Java变成框架来开发的这个新的一个 变成的框架 主要的目的是想在这个云环境当中 尽量的加快这个应用的启动速度 并且在这个运行时减少它的内存的使用 这样做的目的 一个是在云环境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扩展和部署 启动我们的应用 二一个是它在这个使用的内存 相对来说要比这个普通的Java程序要更少 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 节约这个云环境当中的资源消耗 Quarkus的话 它是在这个构建阶段 就已经做了很多的优化 能够让绝大多数的这个初始化的工作 在构建的时候就进行精彩的初始化 这样的话我们在运行时后的这个 相对来说的初始化的工作就很少了 这样的话就会加快这个应用的启动速度 还有是利用这个GuyVM提供的 这个Native Image的这个工具 把这个Java的类直接编译到这个可追星程序 这样的话也是进一步提到这个应用的启动速度 目前Kamu Quarkus已经把绝大部分的这个Kamu的一个component都变成了这个Quarkus的一个扩展 有300多个已经是支持JVM和Lative两种模式 就是在可以用可以作为一个Java程序来运行 也可以把它编译到成一个本地的可执行程序来执行 剩下还有大概90多个是只支持这个JVM模式 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第三方的这个component 它没有很好的对这个GuyVM进行支持 所以说在编译到可追星程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问题 Kamu Quarkus最终的目标是把 我们所有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Kamu的component 都移植到这个Quarkus里面成为这个Quarkus的一个执行 并且能够在JVM和Lative两种模式下面都能够运行 还有一些的Kamu的component是在Kamu Quarkus里面是不支持的 主要是像这个Kamu CDI这个component 还有一些和Spring相关的一些component 在这个Kamu的Kamu Quarkus项目里面没有支持 主要的原因是像这个Kamu CDI的话 因为本身Quarkus也是一个类似一个CDI的container 所以说它和这个Kamu CDI的一些功能是有冲突的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在这个Kamu Quarkus里面对这个Kamu CDI进行支持 还有一些像这个Kamu Spring Boot Spring和Spring Boot的一些component的话 本身在这个Quarkus里面有一些限制 所以说目前也是没有在Kamu Quarkus项目当中支持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用这个Kamu Quarkus 来进行这个文备用程序的生成和构建 可以利用 大家可以利用下面这两个网站来进行这个构建文件的生成 一个是code.quarkus.io 这个是由Quarkus项目提供的这个生成构建文件的一个工具 它包含所有的Quarkus的extension 除了Kamu Quarkus的这个扩展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第三方的一些扩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然后第二个网站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 就是可以在这里面就生成 通过Kamu Quarkus来生成这个构建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Quarkus提供的这个生成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简单的工具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 比如说可以输Kamu 然后就可以找到跟Kamu Quarkus提供的这些跟Kamu相关的component都可以添加进来 然后可以生成我们的应用程序 然后还有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网站是这个Kamu的一个网站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很多的这个Kamu的这个Kamu Quarkus的这个扩展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可以加入添加到这里来 然后就可以 然后点击生成就可以生成一个我们的应用程序的一个框架了 好 从这个从这两个网站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框架 比如他会给你生成一个打包的一个对付文件 你下载完了以后 它是一个Maven的一个项目文件 然后就你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文件来进行这个应用程序的构建和运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写一个你自己的Voter 可以很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直把这个就直就直写这一个Voter文件就可以了 像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TimerVoter的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实例的就是 它是在每隔一秒钟就向屏幕输出这个HoloWorld的这个字不串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Voter 所以说我们的应用程序就只需要定义好你的这个Voter就可以了 剩下的这个初始化或启动的工作都会交给这个QuarkX框架来进行运行 编写和运行的话也是很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Maven的这个Maven package这个命令来进行这个打包生成我们的Java的可以生成Java的可制性类 然后这个QuarkX也还提供一个这个DevMode也就是开发者模式 在开发者模式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Maven的这个QuarkX冒和DV来启动 开发者模式的话就是当我们修改了这个原代码或者说配置文件 QuarkX可以自动的 QuarkX框架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重新的编译和重新的运行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你的修改 对原文件的修改和对配置文件的修改可以立马得到在应用当中得到反应 这就是在我们开发的过程当中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然后如果是你想把这个Java文件最后编译成可制性文件的话 用这个运行在这个Native模式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Maven package 然后就加上一个-native这个参数 QuarkX就会去调用GreVM的这个Native image的工具 来帮助把这个Java文件直接生成这个可制性程序 我在最后的这个演示当中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两个开发者模式和这个生成这个可制性文件以后的 QuarkX的这个可制性程序 我们再来看看在CAMO当中 CAMO QuarkX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优化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个用了这个Fast Camo Contest 它是把绝大部分的这个错识化的工作都放在这个Build Time 也就是在构建阶段来进行完成 比方说我们在构建阶段就会寻找这个ClassPass当中的 XML的DSL的描述文件 就描述你用XML来描述这个Rotor的文件 然后会在构建阶段就进行这个XML文件的解析 然后把这个你写的Rotor就直接加到这个CAMO的Contest里面去了 然后也还会做这个ClassPass当中的scanning 就会扫描这个ClassPass当中的所有的类去找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写的那个Rotor 这个TamerRotor的这个类 它是从这个RotorBuilder下面继承下来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扫描 然后把这些所有从RotorBuilder继承下来的类 都添加到这个CAMO Contest里面去 这就是在构建阶段就完成了这个初始化的工作 然后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TypeConventor 也就是做一些数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自定义一些这个类型的转换器 然后这一些类的话也是在做这个 在构建阶段就已经初始化好 并且注册到这个CAMO Contest里面去 然后就是说我们很多的 能够在构建阶段完成的初始化工作 我们都在构建阶段进行完成 这样的话生成好的这个类 实际上已经是初始化好的一个加班类了 然后直接在Runtime时候就可以运行 最后我们针对每一个CAMO Service 都会去调用这个Service 这个Imitial的这个初始化方法 这个也是在构建阶段进行调用的 然后在构建阶段不能够做的一些工作的话 比方说启动新的进程或者启动新的线程 或者打开一个线程池 或者打开一个网络的端口进行监听 这些是只能在Runtime时候进行完成的工作 所以说这些初始化的启动的工作 就会放到Runtime去执行 这样的话 把Quarkus框架就是通过这样 这样一些优化的方法 把大部分的初始化工作 放到构建阶段来进行完成 然后这样的优化是使得这个加班程序 在启动时候的时间就会大到的缩小 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 第一个比较是这个Quarkus的JVM模式 和Native模式进行的比较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在用JVM模式的话 它的应用程序的启动速度 和运行时候的内存占用 相比这个Native模式的话 都是要大很多的 因为我们把已经就相当于说 是把这个用这个Quarkus 它提供的这个AOT的编译 就已经把这个class 就直接编译到可制性程序 这样的话 我们本身运行的 就是一个直接运行的 一个可制性程序 然后当然要比在这个Java 训用机上在运行程序的话 它的启动速度是要快很多的 然后的话我还做过一个比较 是CAMO Quarkus 和这个Spring Native 这个工具来比较 Spring Native的这个工具的话 它的目的是 把用这个Spring和Spring Boot 写的这个应用 也是利用GVM的Native Image工具 把它编译成这个可制性程序 虽然说都是编译成可制性程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CAMO Quarkus 还是在启动的响应时间 和在内存的这个佔用上面 都比Spring Boot Native 它生成的这个可制性程序 都要好很多 因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在这Quarkus这个框架 在这个构建阶段 已经做完成了很多初始化的工作 这样的话 把这些这些初始化的结果 直接会编译的时候 就会放到这个 Native Image里面去 这样的话好多这个初始化的工作 如果在运行时候都不会再做了 这样的话对应用的其中时间 也是有很大的提高 上面我提到的这个CAMO Quarkus 和Spring Native工具比较的这个 我写过一篇文章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详细提到的CAMO Quarkus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Restful的一个程序 然后通过CAMO Quarkus 来进行构建 和用Spring Boot 和Spring Native工具来进行构建 相同的 几乎相同的功能 并且都是编译成为这个可识性程序 来比较两者的性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篇文章里面看一下 有更详细的介绍 下面我会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CAMO Quarkus的这个 一些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演示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Timer Logger 写的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程序 然后会演示一下如何 用这个Quarkus的这个开发整模式 然后是这个 用这个Quarkus框架 来编译到这个可识性程序以后的 来比较一下这个 Java Java模式和Native模式 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 程序的运行的速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这是简单的 就刚才我在这个PPT里面 提到这个Timer Logger 这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每隔10秒钟 向屏幕输出这个Hello World 我们可以用这个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Quarkus的开发整模式 开发模式就是 用Quarkus冒号Dev 我们来运行一下 等到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去启动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每隔一秒钟 向屏幕输出这个Hello World 然后我们 在这里 如果我们修改 比方说 我们改一下这个人代码 加一个CAMEL 然后保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很快的 Quarkus就会 就会把这个 我们的修改过的这个 代码进行重新的编译 然后又会重新启动 你看到现在输出的结果是 Hello World的CAMEL 这就是开发的模式 如果我们 在这进行再修改 再改回去的话 好 它又进行 进行重新的编译 然后 再重新运行 然后就看到输出 又会变成了Hello World 这是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开发整模式 然后 如果是编译的话 如果是编译成为 这个 Lative的Image 因为这个 编译的这个时间 要稍微长一点 然后我 事先已经编译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编译生成好的文件 现在是在这个Target CAMEL Runner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概应该是 有 有56兆的这个 一个可行程序 然后我们把它 Run一下看一下 应该和刚才的这个是一样的 应该和刚才的这个是一样的 好 它启动的 就比刚才Java的这个 音乐器启动要快一些 它也是每个一秒钟 一向屏幕输出 这就是 Caucas框架当中的两种模式 Java模式和Lative模式 OK 再回到PPT里面 然后 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些 相关的一些资源的链接 然后第一个链接是这个 CAMEL Caucas的官方的主页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这个Github上的 CAMEL Caucas的开源的一个代码 代码库 然后是这个CAMEL的一个聊天室 然后里面可以大家到这个 CAMEL Caucas的这个Channel里面去 如果说 大家有问题 或者在使用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想给CAMEL Caucas一些建议的话 我们欢迎大家 发建议到这个Manylist里面去 然后也可以到这个 到这个聊天室里面来 来提出问题 可以如果说当时有 有这个开发人员在 或者有我们的这个contributor在的话 也会回答大家的这样一些问题 今天分享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 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我是非常高兴 也是愿意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